楚玄臣迅速出手 手中宝剑一出鞘 就用剑尖猛地抵御住了这八柄宝剑 随即 手中宝剑一震 当的一手 这八个剑 沿同他们的主人 就被震飞出去 一群贩头 还不快起来 主攻离枉 集中火力杀了他 是 不一会儿 旷野里响起 当当当的斗手 人若月剑斩 吓得赶紧坐进马车 他看到对面刀光剑影 激起萌萌的火花 他心脏都吓得紧坐了 只见那八名刺客 整齐划一地攻向楚玄臣 八柄剑尖 又直直地刺向他的心脏 他吓得轻呼一声 王爷小心 区区八条咸鱼 本王还没放在眼里 李王 你莫嚣张 这是我手下最精锐的八大勇士 他们今天就是奉命 来取你小命的 别说八条咸鱼 就是八百条咸鱼 也不是本王的对手 话音一落 电光火时间 只见楚玄臣脚尖点地 白色的身形一动 身子猛地破空 在空中腾出几道蛟龙般的幻影 这时 刺客们奋起直追 继续把剑刺向楚玄臣 楚玄臣瞬间倒逆几步 掌冲吞勃和打造变气 剑气直逼刺客们 只听通风吹一声 八条咸鱼被他的剑气狠狠地弹开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突然从后方 悄无声息地窜到云柔云面前 救命 救命 霓王妃 今天就算我们不杀了霓王 杀了你 也赚了 你们要杀的是霓王 人有头战有主 他要不宠我 他我没关系 你们杀我岂不是浪费时间 谁说杀你是浪费时间 你身负救治太后的重人 杀了你 太后必死 我们杀了你 自然赚大了 你们是亲王的人 这个问题 你得去地狱里问了 你别管 楚玄臣正在对付剩下的四个杀手 猛地听到了云柔月的尖叫声 他转头一看 只见黑衣首领已经逼近云柔月 他的瞳孔顿时紧缩 然后足间一点腾空跃起 手中打了一排掌风 把面前的四名刺客击飞 接着快速移到云柔月的面前 倾客之间 他一掌打向那首领胸口 那首领迅速闪开 冷冷地看向楚玄臣 我还以为黎王没有在乎的人 没想到居然这么在乎黎王妃啊 你要对付的是本王 少废话 拿命来 说完 楚玄臣再度向黑衣首领攻了过去 可黑衣首领这人十分貂存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楚玄臣 于是就闪到云柔月面前 一掌扣住他的脖子 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楚玄臣攻了过去 他一把将云柔月拉到怀里 同时右手出掌 朝首领狠狠地对打了起来 就在这时 剩下的四名杀手 已经朝楚玄臣偷袭过来 只听扑的一声 有冷剑刺进皮肉的声音 楚玄臣灯使闷横一声 猛地朝后处长 一掌把刺杀他的偷袭者拍飞 几名刺客倒地而亡 王爷 你受伤了 我知道 黎王 你果然厉害 我八大高手 竟然几刻间就死在你手上 我要替他们报仇 你拿命来 云柔月 让开 王爷 你的伤口在流血 快坐下 我帮你包扎一下 不然血流尽会死的 不用 本王先杀了他再说 你 楚玄臣说完 一把将云柔月推开 上前与黑衣头领对打起来 云柔月看到 一黑一白两道人影 就在他面前对打 顿时紧张起来 以楚玄臣目前的伤势 如果再打下去 他多半会晕 想到这儿 云柔月摸了把自己的布包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从布包里拿住那电击棒 然后按开开关 将电击棒藏在袖子里 逼近两人 就在这时 云柔月看到那黑衣头领 正背对着他 于是他猛地打开电击棒 朝黑衣人狠狠地电了下去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 黑衣人突然和楚玄臣 换了个位置 他的电击棒一伸出去 竟然接到了楚玄臣的眼神 楚玄臣顿时闷哼一声 同时感觉浑身酸软无力 身上像是被无数 尖针刺中似的 全身麻木 好像触电一样 愣在那里 云柔月 你对本宫做了什么 难道你和他是一伙的 不 抱歉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激他 我和他不是一伙的 请王爷明鉴 李游王 你也有今天 没想到我打不倒你 你倒被自己的王妃给击倒了 真是好笑 放了我们 你要什么条件尽管开 只要本王可以达到的 一定满足你 李游王 没用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再说我们圣灵宫的人 一日入宫 便终身是圣主的人 你就是把金山银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不可能背叛我们的圣主 你是九绝封圣灵宫的人 既然说了嘴了 那你就更不能活了 这一次我们圣灵宫负责杀你 本来就是要娶你狗命的 你就是知道了又何妨啊 反正你现在已经动弹不得 我想杀你 简直易如反常 所以李游王 你乖乖受死吧 圣灵宫给你们什么好处 本王百倍奉上 没想到 竟然是圣灵宫的人要刺杀楚玄臣 这圣灵宫与楚玄臣无怨无仇 又是杀手 他们来刺杀楚玄臣 多半是接了别人的胆 而这个别人 补出意外 应该就是贱王 听闻李王妃是出了名的丑女 没想到今日一见 竟是如此的美丽啊 老子这辈子 还从来没碰过这么美 又这么高贵的女人 李王 抱歉了 让老子先爽玩 再来对付你 美人 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如果让李王看到你我恩爱的样子 你猜他会不会暴毙而死啊 你别过来啊 你要是敢过来 我就电死你 就你这小小的玩意儿 能电死我 老子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你一个大男人 有本事和本王单挑 别欺负一个弱女子 李王 你都这样了 还要我给你单挑啊 你这不是在说我以强凌弱 欺负你吗 你要是自尊心强 不想看到自己的女人受辱 我干脆先杀了你 再凌辱她 住手 李王 去死吧 王爷小心 就在她的剑尖要刺向楚玄臣心脏的一瞬间 她的身子突然剧烈地抖了起来 身上像有一层闪电划过一样 发出滋滋滋的电流声 你赢我 赢的就是你 去死吧 云若又说完 一脚将浑身无力的黑衣首领狠狠地踢倒在地上 说 是谁指使你们刺杀本王的 早知道老子刚才就把你们痛痛快快地杀了 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李王 你少废话 我落到你女人手里 是我运气不好 要杀便杀 要剐便剐 其他的 我一句都不会多说 云若月 他若不说 你先砍掉他一只手 王爷 我下不了手 我还从来没杀过人呢 你不杀他 他就会杀了我们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先砍掉他右手 王爷 我是个大夫 我 你让我砍掉一个人的手 我真的不行 我 就在云若月犹豫不绝的时候 楚宣臣发现 那蒙面头领的右手竟然还能动 他的手已经狠狠地捏到了一起 如果 让他凝聚长风 云若月 肯定会没命的 快点 他的右手动了 等他恢复知觉 死的就是我们 你要想活命 就要狠 想要保护自己 就要比他更狠 李王妃 你不过 就是李王的一个寡名王妃而已 我们调查过 他根本不爱你 他宠的是他府上的小妾 不如你向我们圣灵宫投城 只要你愿意归顺于圣灵宫 替我们杀了李王 我们圣主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以你的美貌和医术 你最差 也可以换个圣主夫人当 圣主夫人很了不起吗 我才不屑当 我还是更喜欢到李王妃 你很温慰 你最后